宠物蛇养大后不吃不喝躺在主人身边 其实是想要吃掉主人 现在很多人都加入养宠物大队容 宠物的种类五花八门 就连许多人都忌惮的蛇类 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爱宠 其中就包括体型巨大的蟒蛇 甚至有人把蟒蛇当成家人一般 跟自己同吃同住 在震惊之余 你们知道流传的宠物蟒蛇故事吗 有个人养了一条蟒蛇 但有天蟒蛇不吃不喝 只是直直的躺在人的身旁 而后询问有经验的人 叫他赶紧远离蟒蛇 蟒蛇不吃不喝 是为了清空肚子里的食物 直直躺在主人身旁 是为了丈量人的体长 等时机已到 就会在主人沉睡时将其吃掉 这是真的吗 我们都知道 蟒蛇吞人并不是什么稀罕新闻 足够大的蟒蛇 确实能够吞下一个人 在1995年时 一位修管工人在工作时 不小心踩到了一条 七米长的网纹 而后蟒蛇 向其发起猛烈的绞杀模式 最后将其吞入 被人发现时 已经被吞下一大半了 那问题来了 悉心照顾的家养宠物蛇 也会吞掉主人吗 很多新闻都表明 大型的蟒蛇 确实拥有 能够将人类绞杀 吞入体内的能力 即使是一米八的成年男子 在两三米长的蟒蛇面前 战斗力也难分不咒 而宠物蛇 不吃不喝 躺在主人身边 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吗 在国外 蟒蛇当作宠物羊 还是较为常见的 特别是黄金蟒和白化蟒 以及缅甸蟒 这些观赏性较强的蟒蛇 一般饲养这些宠物蟒 都是从幼体羊起 成年的缅甸蟒 能长至将近五米 在养的过程中 蟒蛇确实会主动 躺在主人的身边休息 此时蟒蛇通常会产生一团 只是为了增加温度 吸收人体散发的热量 对于蛇这种变温动物来说 身体会随着环境温度而变化 当感觉温度过低时 就会寻找热量 而蟒蛇比之身体 丈量猎物 这种说法是不太可能的 蛇的智商较低 每天关心的问题 就是吃吃喝喝 在攻击猎物时 不会费尽心思的 躺在旁边测量长度 若是真想吃 只会立马行动 卷起猎物 并立即发起进攻 所以前面提到 清空肚子 只为吃下主人的说法 也是不正确的 蛇跟一般猎物一样 会在肚子里储存食物 并不会清空肚子 容纳一顿大餐 不吃不喝 可能是因为 气温过高或者过低 影响食欲 那是否就能说明 宠物蛇 就不会伤害自己的主人了呢 蛇是一种冷血动物 我们是很难猜到 它的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目前 市场上专门作为 宠物培养的蟒蛇 一般性情较为温和 很少会主动去攻击人 家养宠物蛇 对家里的环境 已经较为熟悉 食物也能够得到 保障的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 也不会做出 伤害主人的事情 毕竟分得清 一顿宝和顿顿宝的区别 但倘若受到了外界的刺激 抑或者环境的突然变化 蛇的自我保护机制 被激起 就会性情大变 做出过激的举动 另一种情况 当蟒蛇在繁殖期 没有异性和冬眠期 被打扰时 都会让蟒蛇 体内的野性基因被激起 而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误杀 当蟒蛇习惯了 跟主人玩闹时 也会缠绕在人的身体上 但有时候 会误缠到脖子 最后将主人 缠窒息而亡 在英国 一位32岁的男子 就是因为 被自己饲养了 几年的宠物蛇 缠绕到了脖境处 最后窒息 无辜死亡 总而言之 宠物蟒蛇 几乎不会直直 躺在主人身边 喝不吃不喝好几天 只为吃下主人 宠物蛇 也会伤害自己的主人 但几率较小 你们会选择 养宠物蟒蛇吗